在普贤菩萨有一个十大行愿 就是其中有一个叫礼敬诸佛 所以如果说是带着真诚恭敬的心去 带菩萨的话 这个是不是属于在行这个礼敬诸佛的愿力 那当然了 就是礼敬诸佛 生活中就是愿力 每一个生活的每一个行为 都是你的愿力所为 明白了吗 嗯嗯嗯明白 好的 那那个 就是说 是不是在白话诗平开示中也提到 就是在观音堂真心带菩萨的话 也能避孕到家人 像这个真心礼佛礼 恭敬菩萨 他的功德就是 就是功德有很大是吧 对啊 你尊敬师父 可不尊敬师父 哪一个空在他了 嗯 尊敬 是的 好的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